小琳 小琳 琳琳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吓死我了 是我把手机关了 想要静一静 不好意思啊 让你担心了 你想静一静没问题 可你跟灵贝斯分手是怎么回事啊 认真的吗 我们还没有提到分手 只是我自己 想冷静一段时间 你微博是这个意思吗 微博 你写了分手啊 我没有发过这条微博 你没有发过 难不成是被盗号了 还有一个可能 来干吗呢 是我呀 几个月前来过 当时还是你们老板 金董事接待的我 让开 原来就是你啊 钱还没要够是吗 金董事吩咐了 你要是再敢找上门来 就打断你的腿 以救一保安 让开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快走 你 赶紧走 有种 我走 喂 姜姐 微博是你发的吧 对 是我 大眼是我们团队的决定 你怎么能随便替我做决定呢 这是我和林依舟的私事 夏琳 我知道你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 和她分手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现在和林依舟肯定是出现了问题 只是你不甘心还在硬撑着 这样对你的生活和事业都非常不利 还不如痛快地分开 我的生活和工作无关 工作上我尊重你的意见 可生活上我要自己做主 夏琳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你知不知道你身后的团队 因为林依舟的新闻 受到了多大的影响 给大家带来的麻烦 我向你道歉 工作上我也会尽力做好的 可这件事没得商量 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们也不能无底线地 干预我的私生活 好 我道歉 对不起 夏琳 我没有照顾好你的感受 但希望你能明白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好 我马上删掉微博好吗 我马上删掉 处理好影响 那你要怎么做 我现在只能说微博号被盗 而你当时在休息 对此一无所知 好 以后 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你的团队也太过分了 怎么能不经你同意 就发这种东西呢 现在评论里又说 没出事 就跟林依舟划清界限 我也没想到 怎么一睡醒 就被分手了呢 对了 你既然没有准备分手 你要不要跟林依舟解释一下